欢迎回到Chinese Zero to Hero 不管你是刚刚开始学的 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提高汉语水平 从HSK1级一直到HSK6级 从我们的HSK6高级汉语课程里 我们选了这个视频放在YouTube上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来我们的网站上完整的课程 欢迎回到Chinese Zero to Hero的HSK6 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课 第八课的题目是 遇见原来的我 meet the former self 我们来看看第八课的第76页 在注释下面我们找到注释1 对什么什么什么而言 第76页对什么什么什么而言 他在打什么球 对他应该说踢橄榄球 不是打橄榄球 是踢橄榄球 我们可以说在美国 橄榄球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 很多人都很喜欢打橄榄球 在美国 那我们就可以说对美国人而言 也就是对美国人来说 还记得对什么什么什么来说 对吗 我们在HSK4就学过了 在HSK的4.5.4学过 对什么什么什么来说 对美国人而言 就是对美国人来说 橄榄球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 所以对什么什么什么而言 就是对什么什么什么来说 我们在语法4.5.4 在HSK4就学过的 对美国人而言 或者对美国人来说 橄榄球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 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 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走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是坚持走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走什么什么的道路啊 就是walk a certain path 我们在读中国的报纸 读到这个政治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他会说 我们必须要坚持走什么什么什么的道路 so that means we have to firmly and resolutely persist in walking a certain path typically like socialism socialist path or communist path or you know something along these lines 我们经常可以在中国的报纸里面读到就这种这种话 所以坚持走什么什么什么的道路 就是我们要坚持走在这条路上 什么样的路呢 是可持续 可持续就是sustainable 可以持续的 持续就是to sustain 可持续就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可持续发展的 就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的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是什么意思明白了吗 对就是我们要坚持 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的经济 我们要走这条道路 所以整句话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 for the China today 对也就是对今天的中国来说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 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对年轻的我们而言 面对困难是件快乐的事情 也就是说年轻人会觉得遇到困难 克服困难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年轻的我们而言 面对困难是件快乐的事情 如果用电脑生成 生成的意思就是to generate to generate something for example use the computer to synthesize something 如果用电脑生成一张 你20年后的照片 看看 对你而言 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陌生就是unfamiliar or strange 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就像看一个stranger一样 对你而言 就像看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 一个陌生人 对如果用电脑生成一张 你20年后的照片看看 对你而言 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好 这就是对什么什么什么而言 也就是对什么什么什么来说 来说 你可以复习一下这个愈发点 然后呢 做一下第77页的练一练 完成句子 对母亲而言 什么什么什么 好 不要忘了做一下练习 做一下课本第77页的练一练 然后看下一个视频 好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